再來關注中共病毒疫情 週二除中國大陸以外 約5,525萬人確診感染 超過132萬人死亡 美國生物科技公司莫德納週一宣布 其疫苗有效率接近95% 歐洲的疫情仍在惡化 英國首相約翰遜再次自我隔離 英國疫情嚴峻 週一通報21,363人確診 累計達到139萬人 確診28天之內 死亡的病患達到52,147人 英國首相約翰遜警告 冬天的死亡人數是春天的兩倍 約翰遜週一再次自我隔離 約翰遜上週四會見李安德森和其他議員 安德森隨後出現感染症狀 檢測結果呈陽性 約翰遜今年3月染疫 住進重症病房 上呼吸器治療後康復 歐洲第二波疫情嚴峻 新增確診5個星期 翻了一倍 迅速突破1000萬 德國部分封鎖兩週 總理默克爾宣布 推遲為遏制第二波疫情的進一步限制 德國過去一個月 全國染疫人數從35萬激增到82萬 增加了47萬 美國總統川普週一推文說 歐洲國家不幸受中共病毒重症 假新聞不喜歡報導這個消息 美國升級公司莫德納週一宣布 後期臨床試驗分析 其研製的疫苗對中共病毒有效性為94.5% 試繼美國輝瑞藥廠之後 一週內第二家發出捷報的美國藥廠 美國總統川普讚揚疫苗成功 請記得這些偉大的發現 將終結中共瘟疫都在我的計畫中 另一則推文說 股票非常接近3萬點 受新疫苗消息激增95%有效 莫德納首席執行官斯蒂芬·班克爾表示 川普政府是推動公司研發疫苗的關鍵 新唐人記者李梅 陳海月綜合報導